国产电力杀手石墨炸弹 一枚瘫痪整座城市 覆盖6000平方米 如今有这样一款武器 没有原子弹氢弹对人体的超强杀伤力 可以做到不伤害艺人 却依旧能让敌人文之胆寒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国产石墨炸弹 仅一枚即可瘫痪一座中型城市 一旦引爆 美国也只能束手无法 那国产石墨炸弹究竟有多强 又是凭借什么一举征服自由美丽间呢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继续往下看 了解威力之前 我们先要说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石墨炸弹从名字上就能看出 主要材料是石墨 但这种石墨是经过特殊处理后的 纯碳纤维丝制造而成 然后装入数百个小型容具 一旦炸开 石墨纤维将瞬间飘散在袭击区域上空 随之四处蔓延 加之石墨纤维丝具备导电性 因此成功和城市内架式的电缆接触后 就会造成断裂现象 更严重的是短路过程中还会伴随热气化和电活的产生 最终发力到敌方的电力设备中枢 致使电力设备丧失绝缘能力 造成大面积停电现象 当然石墨炸弹的制造并非针对单纯的工业生产 目标还是战争中敌方的重要攻势 比如飞机场发电厂等等 要知道石墨纤维丝仅为千分之一厘米 可轻松进入机密电子设备内部 想要重新修复就要找出纤维丝附着点 这样的工作量对实战状态下的敌方显然有些为难 因此即便美国在面对我国石墨炸弹的攻击后 也很难找出应对办法 当然石墨炸弹并非我国最早研制 在冷战期间就曾出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美苏一度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以时苏联为了强势秀肌肉 开始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军事演习 代号八一军演 这次演习苏联可以说在世界面前 狠狠地露了一次脸 组织了十个以上集团军或坦克军 作为主力部队 前有前线远程航空保驾护航 后有国土防空军看家护院 一场声势浩荡的大纵身装甲突击 就在这种局面下轰然展开 目的就是在战争爆发初期 以雷霆手段迅速扫除敌方有声力量 占领对方高位 显然这场军演剑指北约 更嚣张的是 苏联还邀请了北约观察团前来围观 真可谓杀人诛心不见形 当然 北约观察团在军演结束后 面如精确的表情让苏联十分满意 事后 观察员与专家讨论后一致认为 只要苏联强行对欧洲发起进攻 仅一周时间便能横扫欧洲大陆 想到苏联红色镰刀旗帜插赛爱丽舍工的场景时 北约高层无不惊出一身冷汗 硬拼是拼不过了 只能另做打算 而所谓的另做打算就是研发石墨炸弹 最终也的确成功了 但现在我们知道 苏联并没有实际动物 因此美国研发的石墨炸弹 也没有在苏联上空引爆 然而伊拉克就没有那么幸运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伤亡总计超过10万 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却仅身亡233人 算上伤员和俘虏 才共计643人 实施碾压式的战损比 石墨炸弹功不可没 战争初期 美国就使用了战斧巡航导弹 搭载石墨炸弹 对伊拉克重点电力设施 进行了定点摧毁 高峰时期造成伊拉克 85%的电力设备失灵 迫使地面雷达计算机等 辅助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这场战争或许对我国 最大的意义就是警示作用 但上世纪90年代 我国超系纤维丝技术还不成熟 即便勉强制造成本也会极高 因此才拖到了本世纪 2009年 我国成功研发了第一款 航空碳纤维炸弹 内含147枚紫炸弹 仅一枚便可覆盖方圆 6000平米的区域 您可能会说是不是范围太小了 实际上 如今凭借中美两国防空网 几乎很难强石墨炸弹 投掷到对方领土 因此 美国在我国周边部署的军事基地 成了首要打击目标 6000平米的范围 足可覆盖一个军事基地 绝大部分的重要工事 加值北斗的组网 精确方面会更有保证 因此现今 美国对我国的石墨炸弹 也只能束手无措 如果觉得我讲得不错 记得关注我